讲完了这个86岁的罗奶奶 我们来讲讲这个85岁的我婆婆 她现在就到处去看这种养老院 她不想要去最有独立性的 independent living 然后如果我快不行了 我可能需要吃药了 或者我不能洗澡了 或者我不能做饭 那我就从这个区域 就是移到另外一个区域 叫做assistant living 就是有辅助有人帮忙的 等到可能是需要护士啊 医生来看顾的时候 他们就会移到另外一个区域 就是另外一栋楼 叫做nursing home 但有的时候他们的 比如说老伴啊 脑子可能就是有一点衰退了 提前衰退了 有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埃斯海默症 他们呢就会 另外一种形式呢 就叫做就老人会经常犯的毛病 而且这种是没有药可以医治的 也是不可逆的 那个就对我们的 对大脑的一些衰退的话 就熟成老年痴呆症吧 嗯 他们就叫做memory care 就是让你很有做人的尊严 保持做人的尊严和存在感 也会受到很好的照顾 嗯 然后呢 这四种加在一起的这样子的一个community 叫做一个社区 就叫做ccrc 那c就是continuing care retirement community 所以这种形式呢 在美国大大小小有2000多个这样子的大型的 嗯 多的话可能有300个床位 当然 嗯 像我们村很小 那就只有200个多号人 然后我知道 像我婆婆的一个朋友在洛杉矶 那她那边的话就差不多250张床位 可以host250个人这样子 但有的就像我说的 哎 第一个independent 它是有单独的这样子 像apartment一样 就是公寓这样子 不要粮食一厅 三食一厅 你可以跟老伴住 你可以跟女朋友住 嗯 对 因为有的时候 双方的叫做什么好朋友嘛 他们的先生都过世了 两个好好朋友 可以分摊一些房租 那也有你可以自己洗衣服 也有人帮你洗 你住在那边的话 就像五星级高级酒店一样 非常的享受 那么比你自己一个人 就是养一栋房子 要省很多的钱 所以呢 有这样子的四个连在一起的 当然像我工作的这个呢 它就assistant living 它是单独的 所以 嗯 这个老板呢 他是一个律师 然后他投资买下这块地 然后他也有这样子的热心 因为像这种CCRC最早都是教会 对美国的教会成立的 那很多都是爱心的人士 他们有自己非常成功的产业和事业 然后同时呢 想要更好的照顾老人 因为有些人他有这样子的passion passion就是 嗯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呼召吧 就是你莫名其妙 你就会对 比如说孩子 你特别有热衷 或对音乐特别有热衷 或做慈善的话 有些人就喜欢去一些 嗯 什么非洲的一些国家 或者是呃东南亚的一些非常贫困的一些国家 特别有热衷 他们就去那边帮助那里的崇人 或嗯 或者像比尔盖茨这样子的大富豪 就捐款捐款 但是像我们这边非常有名的律师呢 他呢就有这样子的热情去照顾老人 所以呢 他就买下了一块地 然后建了这个assistant living 那我像工作的地方呢 他所有船位加在一起呢 有30个房间 差不多可以host 40个老人 很好玩 前两天还在自己那边刷墙 一个大老板哦 我就看那边 蹲在那边刷墙 我还以为是哪里的工人 我仔细一看 哦 是我的老板 当然也就是打个招呼而已 因为主要呢 呃他 我还是对他请来的那个manager负责 然后呢 这个manager的职位呢 如果我勤劳一点去考个证呢 我也可以去当这个manager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偷懒 就是喜欢做一些呃 我比较喜欢的就是跟人沟通啊 这样子的工作 所以我非常非常享受 就是跟呃这些陪伴吧 就是陪伴老人 有一些精神精神上的交流 这个是我擅长的 所以我觉得那种搞这种什么manager啊 哎呀要沟通人事啊 然后要搞这种管理啊 要制定规章制度啊 讲诚机制啊 我觉得我没有那个特长 所以呃有什么样的特长的人 就让他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我没有这样子的特长 所以我就知道我应该做 我适合我喜欢做的事情 更有意思的是我女朋友 另外一个女朋友 就是呃我在其他节目里面有介绍 就是那个两担一星 两个硕士 然后一个博士的女医生 对她是我同学 然后呢她就说 嘿我们去考个证书吧 我想搞一个nursing home 那nursing home就是我刚刚讲的里面的 这个123第三个中间一个 那nursing home对有点类似于临终关怀了 有些人可能就比较接近生命的尾声 然后我那时候不知道 我我完成不到 对这个完全没有概念 我没有想到我会成为一个就是care giver 就是要给人关爱的人 我没有想到我这个会做这样子一件事情 因为以前我的vision就是觉得 哎我是一个文字工作者 我希望就是说 嗯用我的语言 用我的文字来传递思想传播美好 所以当了呃大半辈子的 这个叫做呃新闻记者 然后我没有想到呃我我我我 人生的下半个轨道 会进入关爱提供者care giver 就是提供关爱的 所以我那个女朋友她就跟我说 嘿我们一起去考个那个证 呃我想搞一个这个nursing home 说不定你也可以在家搞一个 或者租个栋房子搞一个 或者我们建筑房子搞一个 然后她我说啊这个蛮难的吧 这个你怎么搞啊 因为她是医生嘛 那她就可以省掉请医生的钱 所以呢她可以part time 就是part time 呃一般就是呃一部分的时间 她可以去医院工作 然后一部分时候时间呢 她就可以自己给自己的这个 这个nursing home工作 嗯 nursing home和这个assistant living 不同的地方呢 就assistant 比如说她没有她没有呃 护士也没有医生 医生和护士会上门来看望这个老人 那那assistant nursing home呢 他就是有24小时的医生和护士了 那最大的区别呢 比如说吃药 assistant living 要他就是你给他药 他要自己有这样子的能力吃 当他自己连吃药的这样子的能力没有的话 就是要注射或者是要人喂药的话 那就要转到叫做nursing home 那那个证呢考出来呢 呃我看一下他给我发的那个link 大概是600多美金 你拿到这个证照的话 你就可以去建你的nursing home了 那6个床位起步 那至于你要建多大 那那你要就要就是要去申请多大的房子 占地面积 多少的床位 同时你要联系好多少的护士 多少的医生 然后你要算一下这个成本 看看会不会会盈利 对实际上呢 nursing home你要付出的这个劳动成本是非常低的 关键就是你要去请这个医生护士啊 他们这个成本会比较高 请人的成本会比较高 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经营不善的话 就真的是路不复出 但是我今天还是想站在我们还是一个孩子的 就是我们要照顾好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这样子角度来讲这个问题 所以说如果像我那个女朋友 他的爸爸妈妈要去找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在国内的话 那我真的是不太清楚 因为我觉得国内现在应该会有这样子分类会比较对吧 各个级别的不同级别的这样子的养老院 最好就是说我们按照这样子的分工 非常的细去分 那这样老人呢 不同能力和不同身体状况的老人呢 住在里面呢 就可以找到自己的群体 因为没有一个 比如说我那个女朋友 他的爸爸好像是清华大学的教授 那你说他教授他退休 他的脑子是可灵光了 你让他去跟虽然也差不多90岁了吧 你让他跟一个有艾斯海默镇的人一块住 作为他的邻居 我也觉得说对他来讲是很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但这个时候其实随着年纪的真大 很多老人他们都很有爱心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的assistant living 真的有的老人他进来的时候好好的 就可能有的时候会on and off 然后所以他们就是有建立感情嘛 越玩越好 但是慢慢就发现这个老人 就发现那个老人 他的智力水平就开始衰退 但是他还真的是一直在照顾他 还有一个奶奶 他跟一个爷爷 他们聊得很来 现在他们两个就是这个奶奶 每天就推着这个爷爷 就是去花园里面散步 我看到这一幕我也觉得很感动 因为这个奶奶同时也是需要别人照顾的 但是他还在照顾这个爷爷 但是他们就是成为了一个这样很好的邻居 所以对 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说的 至于我中国的女朋友呢 我也很期待她马上回国了 可以去看看中国这个养老院的情况 她回来呢 我们也可以有深度的交流 因为她在北京嘛 然后可以跟我分享很多 现在对我们大中国非常高大胜的养老的情况 那如果在国外的小伙伴呢 希望我这个节目呢 也可以对你们有帮助 就是你们不用害怕自己老了去哪里 或者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在当地的爸爸妈妈老了去哪里 真的会有不同类型的 根据个人不同的喜好 你可以去到不同的五星级大酒店 然后有这种小护士陪伴的 或者是你真的脑子不灵光了 然后也有专门针对艾斯海默症 还有Dementia的这样子的专业的机构 然后很好的客户你的爸爸妈妈 他们在那里真的能得到很专业的照顾 所以有的时候我一直在强调专业的事情 让专业的人去做 那你呢可以给他们提供其他的关爱 更高质量的陪伴 然后你也不会耽误好 耽误掉自己的工作或其他的时间 那我们就算有了 我们老的话有一天 也是需要照顾的话 我们也可以选择适合我们自己喜好的 或者是适合我们自己身体条件的 不同档次的这样子的养老院吧 对 所以有五个情况 大概是五个 你学会了吗 好 希望这期的节目对大家有帮助 如果有问题的话 也欢迎给我留言 然后我会尽量非常有逻辑的 给大家答字 回答大家的问题 好了期待下期见 拜拜